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福利 社区和谐 妇女 家庭及儿童发展部长 纳都斯里华蒂玛阿都拉表示 该部门已经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包括物流 地区上的需求和食品准备 以便将这些必需品发送到临时的书香中心 尤其是在这些地方 所谓的办法是 我们叫做复杂的办法是 我们叫做复杂的办法 复杂的办法是 不复杂的办法是 所以有些地方 在这里复杂的办法是 在复杂的办法是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储存库内存放的必需品包括 床乳 枕头 被乳 草席 毛巾 尿布 清洁用品等 他透露 沙拉月各省份已经鉴定多达584个苏山中心 并可容纳182325人 一旦发生水灾 第一个救援工作 就是派发已经煮好的包装食物 让灾离先填饱肚子 提到前线据点 沙拉月目前共有13个 分别是估计两个 加坡一个 明多路三个 以及梅里七个 在沙拉月中区的 巴勒水吧 是沙拉月能源公司 目前最大的水力发电计划 巴勒水吧可生产 1285兆瓦的电力 是继母鲁水坝之后 另一项沙拉月重要的基建发展 几天前 在当地居民的要求之下 负责工程的公司 举行了米林仪式 祈求工程的进程可以顺利 根据沙拉月能源公司 巴勒水坝的导流隧洞 拆除和关闭河流 是六项巴勒项目的 其中一部分 对此 沙公用事业部长 拿督斯里·史蒂芬伦迪 恭贺沙拉月能源公司 并赞赏巴勒水坝的 工程承包商 尽管在面对关病疫情 以及其他阻碍的大挑战下 依然致力确保工程顺利展开 他表示 巴勒水坝兴建计划 对于沙拉月在未来的发展 所需要的能源容量需求来说 非常重要 这将支持沙拉月实现 2030年成为高收入州的目标 史蒂芬伦迪表示 这项计划预料需要3000个人力资源 他希望沙拉月能源公司 可以协助沙拉月政府达到这个目标 另一方面 沙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苏海里表示 巴勒水坝预计可在2026年全面投入运作 并将参与沙拉月的亲戚项目 以支持沙拉月成为能源强州的目标 外籍配偶支持团表示 沙拉月人在外籍配偶 在入境大马的时候 因为必须支付高昂的隔离费用 加上在结束西马14天的隔离之后 进入沙拉月还要再隔离3天 因此面对了财务和精神上的困扰 外籍配偶支持团的联合创办人 毕纳拉·马南告诉马来邮报 这些外籍配偶要入境沙拉月 需要完成17天的双隔离 所以需自行承担高达5500令吉的隔离 和检测费用 造成财务压力 大马移民局要求入境大马 需要通过MyTravelPass线上申请 或是通过电邮在大使馆发出的 隔离14天须知信函和通知中 但是没有提到14天以上的隔离要求 及额外费用 对此沙拉月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CRPC热线人员 今天向新周日报指出 目前非公民入境沙拉月 采用的做法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从吉隆坡入境 并结束吉隆坡14天的隔离 同一天飞往沙拉月 还是需要在沙拉月机场 再做一次冠病检测 而在等待检测结果出炉以前 会被安排在酒店隔离 第二种情况是 在吉隆坡完成14天隔离之后 多停留几天再飞来沙拉月 那么入境沙拉月时 会被视为是从喜马入境的人士 则必须重新进行14天的隔离 他表示 只有沙拉月人的隔离费用 是由沙拉月政府承担 外国人则必须自行负担 根据政府的宣布 从9月24号起 所有从国际入境处进入我国的非公民 必须自行承担 4700令吉的全额隔离费用 包含2600令吉固定云印费用 和2100令吉住宿费用 同时也必须支付进行 适时聚合煤炼反应 PCR的检测费用250令吉 和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的120令吉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卫生部对冠病所采取的措施 是控制冠病 并不能终结冠病 控制冠病意味着 每天还是会有新增病例 但是病例会维持在单位 或者双位数而已 人们还是必须和冠病共存 诺西山强调 任何形式的行管令 或者公共卫生措施 都不能终结冠病 而是控制在社区内的冠病 因此相关措施会一直持续下去 若成功控制冠病 就会回到复原管制令 人民的生活和晚常一样 不过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循迹购买疫苗方面 我国是否采取观望态度 诺西山则说 购买疫苗需要考量许多因素 最重要的是 相关疫苗是否已经注册成功 一个疫苗是否能被注册 就必须看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所以即使目前许多疫苗研发公司 已经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测试 但是都还没有完成注册 另外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尽管有条件型公共管制令 成功将全国的冠病 基本传染数降至1 但这还不够 基本传染数必须下降至1.0以下 才能够让冠病的疫情缓解 诺西山昨天表示 他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 人民也对于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也感到很疲累 但这场战域还没有结束 我国昨天的新增光病确诊病例 回升四位数 共有1041中 全国累计病例达53,679中 过去四天的单日新增病例 皆在三位数与四位数之间徘徊 新增的1041中确诊病例中 有1039中是本土感染病例 只有两中境外输入病例 但也有令人鼓舞的消息 那就是昨天共有1405人 康复出院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全疫人数达40,493人 占75.4% 令我国全疫人数突破4万大关 阿富汗首都 昨天在卡布尔受到火箭弹袭击 导致8人死亡及31人受伤 恐怖分子一共发射了23枚的火箭弹 塔利班否认了这一场恐怖袭击 目前还没有组织承认这场袭击 是由谁发动的 法新社世界新闻一手掌握报道 火箭弹袭击是接近早上9点开始 向卡布尔中部与北部多个地区发射 当中抛过大使馆 国际企业及阿富汗副总统 杰利赫德办公室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阿瑞安表示 这次攻击总共发射了23枚火箭弹 目前没有团体招人发动攻击 塔利班也否认犯案 卡布尔最近履传重大攻击案 几个教育机构最近几周发生两起害人攻击 造成近50人死亡 塔利班否认涉案 但阿富汗认为是塔利班或他们的代理人犯案 塔利班已承诺将遵守二页签署的 美国撤军协议条件 因此面临不得攻击都会需的压力 如果塔利班承认涉及死案 照理来说将导致美国延后撤军 不过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明 无论当地局势如何 他都希望美军撤出 全球疫情恶化 美国单日确诊病例飙高近19万宗 染疫住院的患者冲上8万人 双双创下了记录 日本单日确诊连日创新高 而南韩自今年8月以来 首度连续4天单日确诊超过300宗 因为全球疫情恶化 各国阵型开放的措施也纷纷交停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发现 曾经感染新冠肺炎的人至少6个月之内不太可能再次染疫 12,180名牛津大学医院医护人员在30周之内进行新冠病毒定期检测 牛津大学针对这些资料研究二度感染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拥有抗体的1246名医护人员当中 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染疫的情况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特杰利康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在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发现 对60及70多岁的年长受试者可产生强大的免疫反应 这个结果令研究人员相当的振奋 未来疫苗渴望保护这些脆弱的群体 新加坡和香港将合作实施旅游泡泡 只要旅客通过新冠检测为阴性 不用隔离就可以自由地两地出入 进行观光或者商务会议等活动 此外为了加快检测 香港和新加坡都将会在机场设置检测中心 最快四个小时之内就能拿到结果 另外根据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 巴西亚诺马米族原住民保留地的新冠疫情完全失控 三个月内病例几乎增加了三倍 美国CNN报导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确诊新冠肺炎 小唐纳在这星期的出测结果 曾新冠病毒阳性 随后进入隔离的状态 小唐纳目前没有出现症状 并已经遵循新冠肺炎的医疗规范 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天表示 模型显示新增确诊病例预计 会在年底之前增加比目前水平的四倍以上 医疗系统有可能面临崩坏的风险 他恳求国人尽量的待在家里防疫 澳洲的南澳省 这星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为遏止第二波疫情来袭 全省在18号午夜开始进入 为期六天的全面封城抗疫 但是神警却表示 如果不是一位披萨店员工 在疫情调查的时候说谎 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俄罗斯今天通报 境内新增了24,318人确诊 而乌克兰也通报 境内新增14,575宗新冠肺炎确诊 两者都创下各自国家 当日染疫人数的新高记录 法国方面 政府发言人表示 虽然若干防疫限制措施 可能会在圣诞节之前松绑 不过法国内近期不太可能取消部分的封锁措施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加剧 累计确诊病例在20号破900万 这个南亚国家疫情的严峻程度 目前在全球仅次于 累计确诊数目破1200万的美国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 Ebin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